亲爱的顾斯林兄弟姐妹们, 云用现代宣传技术振兴我伊斯兰教, 产阳教义宣传真理, 替圣传道,弘扬正教,人人有责。 古兰经教导我们说, 你们应把知识公布给大众,不要隐藏。 先知穆罕默德也教导我们说, 办好教育是伊斯兰教的基础, 做好宣传是伊斯兰教的核心, 你们应当替我宣传哪怕是一段经文。 我们本着主圣的教导, 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伊斯兰教, 皈依伊斯兰教,而录制了这盒录音带。 脱靠真主如有可能, 并且准备出系列。 愿同海内外关心伊斯兰教事业的人们, 携手共进, 替圣传教。 今天, 我们准备向大家谈的课题是, 伊斯兰教的思想基础。 这一课题, 我们分五个方面来谈。 一, 伊斯兰教的产生与发展。 二, 安拉的存在与大能。 三, 伊斯兰教对安拉的认识。 四, 安拉对人类的慈爱。 五, 伊斯兰教信仰的基本条件。 好, 下面我们就这五个方面一一谈起。 一, 伊斯兰教的产生与发展。 公元七世纪初, 正当阿拉伯半岛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 多神偶像聪败盛行, 内忧外患连年不断。 阿拉伯人长期出于社会的能昧时代, 并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的时候, 一种具有坚强生命力的引导人类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宗教在此诞生了。 这就是当今拥有近十亿信徒的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从产生到现在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趋势。 公元六百一十年, 先知穆罕默德奉宇宙的话语者安拉之命开始传教。 他的妻子海蒂哲第一个信教, 即至现在, 全世界有近五分之一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 也有四十多个国家奉伊斯兰教为国教。 总之, 在当今世界, 伊斯兰教正得到强化和发展, 以遍布地球的各个角落。 信教人数仍然在日益俱增, 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欧美、 日本等国天天有人皈依伊斯兰教。 在伊斯兰教进入十五世纪后的今天, 他的信仰和文明早已成为把各大洲、各国家、 各地区、各种族、各民族的几亿穆斯林 联合起来的坚实纽带。 伊斯兰教不是初世的宗教, 他不仅被认为是一种宗教信仰, 而且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制度, 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说, 他与穆斯林的日常社会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伊斯兰世界, 他的影响实际上已渗透到穆斯林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包括政治、经济、法律、伦理、文化、教育、艺术、科学技术等等, 以至于日常的饮食起居、婚姻葬葬等风俗习惯。 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年轻的极大成的宗教, 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一条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 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实现了空前的民族统一, 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它所包含的丰富教义和深奥哲理, 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对当今世界的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目前,伊斯兰化的波涛正在席卷着世界, 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 伊斯兰精神像飓风一样突然兴起, 宣礼员呼唤穆斯林前来距离的声音, 冲出清真寿的宣礼塔回荡在世界各地的上空。 伊斯兰教于公元七世纪中叶, 即唐朝永辉二年传入我国后, 历经宋、元、明、清和民国各个时代的发展, 现已经传播于回威吾尔、哈萨克、 乌兹别克、克尔克斯、塔塔尔、塔吉克、 东乡、保安、沙拉等十几个民族中。 此外,在蒙、上、白、白等几个民族中, 也有许多人信仰伊斯兰教。 近年来,伊斯兰教在我国发展很迅速, 以越来越多的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 目前,一些高等院校已将它正式列为高等教育的必修课程之一。 此外,伊斯兰教的研究在国外早已成为学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课题。 仅1978年至1979年, 英美包客公司发行的出版和再版的有关伊斯兰教专注就达四百多种。 伊斯兰教的这种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和研究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是宇宙的主宰安拉将士给人类的宗教。 它富有生机,具有坚强的生命力。 永恒的伊斯兰使命的核心, 就是号召人们学习知识,教导人们勤奋。 正如《普兰经》所说, 《普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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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兰经》。